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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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正所謂, 閒時照顧寶寶 爸爸變媽媽 很清楚, 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先不說, 我要工作, 再見 早安… 早安…早安 你搞什麼?頭又不梭, 衣又不湯 李宗盛 被人看見容易破壞我們重案組的形象 駱Sir, 你這部電子手帳有新賣嗎? 很帥 給你識貨 這部有齊所有最新功能不就此 還有最先進的GPS全球地位置 李宗盛, 三天是禮物 很漂亮 駱Sir, 包收通知有病案發生 請坐… 是, Sir 你猜這一宗會不會是密室殺人事件? 那個駱Sir真是小器 是, 總是要人家塞在同一輛車上 方式人家坐虧他的車 車當然是用來坐的 你不坐也會虧的 是, 這麼大件事? 行…我馬上到 大狗, 馬上轉了 轉了?我們現在去… 轉了, 十萬火急, 磁孔有變 好…轉了… 我宇宙之王有沒有彼補點? 突然跑去哪裡? 不清楚 尤其是說十萬火急, 四人流流流 他說就要去和 誰呢?怎麼樣? 駱Sir, 初陪檢驗 寫者胸口一面驗刀傷 不好意思…駱Sir 遲了一點… 你說什麼意思? 現在做人父母真是甚艱難 就是說收多老婆電話 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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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街口那間藥房 整理大清房最後今天 我趕去吧 幸好撿到幾包子療片 不然就真的走了 你不是吧?去買子療片? 沒辦法, 寶寶現在吃得多 一天要很多子療片 真是尋找艱難 P, 有什麼發現? 英國人, 日本伯父 就試吧 初陪體理死者是被人用力氣 刺中心臟致死 由傷害的大小判斷 空氣可能是一般的匕首齒類 他手上的傷痕 那些應該是給同一把利器 割傷的傷痕 一刀用吉正的心臟也很準 對了, 曼華姐 對不起… 對不起 曼華在美國受訓 這位美女剛剛診調來鑑證科同事 叫做陸安童 你可以叫我Ice 你好 難怪她這麼孤, 改壞名字 鑑證有什麼發現 我在茶樓上找到兩隻喝過的咖啡杯 但在杯上並沒有留下任何指紋 另外大門也沒有辦門入屋的跡象 而現場也不像有發生掛打的痕跡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沒找到任何疑似殺人的空氣 很明顯茶樓上有兩隻咖啡杯 即是先前兇手和死者曾經喝過咖啡 都沒有被人爆破過 即是兇手和死者是熟人 咖啡杯上沒有指紋 即是說很明顯 兇手行兇之後 請你去現場拿走空氣 即是說這宗是謀殺案 那也未必 如果我沒猜錯 這宗應該是自殺案 你憑什麼這麼肯定要自殺?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兇手既然有時間撥走杯上的指紋 還帶兇氣走 為什麼不索性帶上這雙咖啡杯酒? 如果死者是自殺 為什麼現場找不到空氣? 你別告訴我 空氣有雙腳走了 駱Sir,你問得好 答案我還沒想到 是嗎? 玩玩而已,沒有嚇壞大家吧? 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樣還不是自殺? 怎麼樣?神探 想了這麼久,想到什麼? 剛剛想到 在這個礦空氣上 很明顯是少了一條彈弓 再加上死者現在死亡的位置 他胸口的血 不可能擠到這麼高、這麼軟 擠到玻璃門上 再加上門框有被刮花的痕跡 還有死者手掌上有被割傷的傷痕 如果我沒猜錯 整件事應該是這樣的 死者為了要製造兇手離過的假象 首先沖了兩杯咖啡 然後喝了它也好,倒了它也好 最重要就是抹乾淨了杯上的指紋 死者跟著就在礦空氣上 拆了一條彈弓下來 再利用這條彈弓 一邊綁住一把刀 另一邊就扣住玻璃門的門框 最後對準自己的胸口 一刀刺下去,然後鬆手 這把刀就會隨著這條彈弓的彈力 從這個玻璃門出聲就飛了出去 掉進海裡 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於是大家看到這種情形 自然相信這宗就是兇殺案 但是死者怎麼這麼做 那就要問他才知道 總之現在只要找到那條空氣 你就可以證明我的推測是沒有錯的 你說,外面帶我一看,怎麼樣? 駱Sir 麻煩借你那部 最鮮的電子手採來用一下 你想嗎? 謝謝 來吧,拆一條彈弓出來 它搞什麼? 拆一條彈弓下去,你就知道 你想怎麼樣? 你怎麼亂來? 郭婕先生,要睡覺 Sir,水警蛙人根據GPS全球電話系統 果然在兇案的現場 對出的海底發現了你的電子手採 還在這十五尺以外 找到連著彈弓的尾手 鑑政府發現過之後 證實於彈弓是由死者家裡的航空氣 拆出來的 而在匕首上的巢魚血跡和指紋 亦都證實全部屬於死者 據法醫方面證實 把匕首的大小和形狀 和死者身上的傷口極之吻合 也就是說,匕首應該是殺我的屁 相差十公尺這麼遠 為什麼不把指尿片吸了水之後的重量 真的失敗 這樣也不可以證明死者一定是自殺 你不讓兇手報的局嗎 我問過鄰居 據說死者是個病態賭徒 曾經欠下大耳窿的一筆懼債 在半年之前,他跟他老婆已經離婚 對子女判了被他老婆所養 我們也查過了 在兩個月前,他就買了一份保險 保險金值一千萬這麼多 很明顯,他這次假裝被人謀殺 就是想欺騙那筆保險金 然後就讓他老婆子女做安撫金 祖子金是何必當初,你說吧 于Sir,你挺聰明的 這樣的古惑你也會穿 這次也要靠羅Sir那部電子手掌 就知道了 你還好說 無緣無故把我電子手掌放進去 浸過鹹水吸收起來,開心嗎? 沒辦法 羅Sir,你那部電子手掌 有GPS全球定位系統去到哪裡都找到 為了破案,犧牲小岳完成大岳 沒所謂的 好,羅Sir這次要立大功了 我們恭喜羅Sir 希望他升官發財 恭喜… 恭喜羅Sir 恭喜… 羅Sir,好棒… 羅Sir,好棒 為何寶寶哭得這麼厲害? 他不管了 寶寶呢?我聽到哭得很厲害 姐夫,如果你想聽你寶寶的哭聲 沒問題 原來你用了寶寶的哭聲做靈性嗎? 誰知道?我這個所見的靈性 也是一樣 我也是 撲鬼了你們 你們每個人的哭聲靈性 都一模一樣 人家打給你們 你們誰能分辨誰 怎麼會一樣呢? 我這一把就是你寶寶餓的聲音 看看…這把就是你的寶寶 賴嘘嘘賴臭臭的聲音 這把是扭著眼睛的聲音 是嗎? 怎麼分不出呢? 爸爸的聲音也一樣 姐夫,你連你寶寶的聲音也分不出 你怎麼做爸爸? 還說自己是古靈聲探 是偵探嗎?不是聲探 是聲探 靈靈呢? 剛才寶寶哭到拆聽 可能在裡面餵奶 這麼偉大的場面 怎麼可以失去我? 是餵奶,開玩笑 外母,你進來了嗎? 你剛才叫我什麼? 我看你生著外母的衣服 我以為你是她 我生著媽媽的衣服 你當我是媽媽 如果我生著媽媽的衣服 你當我是婆婆的 我知道在你心目中 我早就當了黃麵婆 你想去哪裡? 我幾次就當你是黃麵婆 我明白,臭小子半年了 不當黃麵婆 也變成了肥主 就算你是肥主 也算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主 是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的漂亮主 沒人比你漂亮 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幾次騙過你 算你了 不見了,寫去哪裡? 你找什麼? 你不是要進來餵兒子喝奶嗎? 是呀,我剛才不明是洗了一瓶奶 然後被人打電話來 我就跟他談了一會兒 然後不見了奶瓶?去哪裡? 就在這裡 仔姨,別客氣,我早就記得了 傻丫頭就什麼都會,是不會客氣的 你就開心了 一個大小搬離外加住 萬萬有廚房吃奶瓶 我只剩下一個人,只剩下一個人 只剩下一個人 所以今天加班完了 就叫你上來吃飯了 你記得吃飯夠半 那我女兒的加班錢 是不是賺了也不夠你吃? 你以為我想開加班嗎?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一個人壞事上來 真的走過路都膽子走路 不是,一線軒有什麼事吧? 剛才,差不多收工的時候 有個女客的家人上來吵 還差一點,搞到報警 那他吵什麼? 我們之前安排了兩個客人相看 誰知道女人被人騙財、騙色 後來就搞到食藥自殺 現在還在醫院那裡還沒醒 剛才他弟弟就跑來大炒大鬧 說要告我們 你介紹了什麼人給他認識? 我們一向都是根據他們提供的資料 然後安排相看 之後發生什麼事?關我們什麼事? 所以我說不做宗、不做寶 不做媒人三代好 萬一那個女人死了 你豈不是間接殺人兇手? 不是這麼大劑吧? 不用擔心 明天你去醫院 跟人家說幾句好話 希望大事化少少少化毛 一天都是那個子晴 那個老爸說幫兄弟開餐館 什麼事?他自己大人大姐 可不可以去讀書? 弄得他們現在一時天踢了腳 算我說最黑都是張Sir 非人間天覺一方 想起來也替他淒涼 幸好正義為人擔心不偷吃 否則要讓人等幾年了 實聽耍眼 話說回來 我們很久沒見DIA的殯救同事 不知道我們現在怎麼樣吧? 快點 閉嘴 閉嘴 為了我們組織崇高的理想 殺你一個半個算是甚麼? 奸我來 殺你放開人誌 你還沒重重包圍 為了拯救全世界 我已經準備做出任何的犧牲 我現在就先找他做陪葬 我暈了 別走 不是真的嗎? 快點別這麼認真 照劇本被飛虎隊制服 是 是 你們反恐突警果然伸手了得 當然了, 為了確保金牌損失的安全 所有參與反恐疑袖的突警 每個人都去過蘇格蘭場受訓 肯定在一分鐘之內 可以拯救人質, 解決所有危機 我以為裝了李蘇龍上身就行 遇到你們這群突警的精英 不如裝了一聲報仇 打你吧 說了這麼多事, 這樣就糟糕了 打你吧 這群突警 李小龍 李小龍 你然後說 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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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龍 雷妹 我告訴你, 你可以侮辱我 可是你不可以侮辱一代宗師 李小龍先生 聽到沒有? 張靜怡 你好, 又到了警訊 自受非人的環節發政群衣的時候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美人 今天很開心, 帶大家來到化驗室 訪問一位當中世上 最英俊、最英俊、最有型的法醫官Pierre 跟我來吧, 雞腿在裡面 你好,Pierre 你好 我知道很多朋友對法醫的工作 和解放師體的過程很有興趣 絕對沒問題, 其實… 但是呢, 我想大家對你的私生活 更加有興趣 私生活? 就像你的美滿婚間生活那樣 我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延內座 是不是? 也對 那你有什麼想跟這位 這麼支持你的延內座說? 有什麼說? 不如你用法文在鏡頭面前 跟他說一聲, 我愛你 真的要說? 當然了, 說吧 好, 我說 Jedam 其實Jedam就是法文 I love you的意思 Jedam 但好, 你們都已經夠冷了 還要聽你們倆說這麼骨灰的名字 聽不聽一下, 你們做吧 Jedam 你不是吧, 這樣就一早就出… Sir, 現在觀眾不喜歡看硬料 他們喜歡看一些軟性的新聞 你看現在的頭條就知道了 不是每個觀眾都能頂著湯絲的事 為了更加沒有人喜歡看 你倆夫妻對著鏡頭去打田馬桥 拜託你做事別這麼沒力, 好不好 你們全都是投訴 不是投訴你做事公私不分 就是投訴你整天掛補妝 做了慢的拍攝進度 Sir, 這些觀眾哪懂事 現在進入高清的年代 我要化漂亮一點的妝 慢慢來影響我們警隊的形象 你別說我不多給你機會 在接下來下星期的真人鬍子 你做得聰聰聰聰聰, 好好看才好 如果還有什麼出錯的話 你連連腳骨力也行 你們幹什麼? 分分難必 小孩子, 你的爸爸開… 小孩子, 你的爸爸開… 你做好了 你生完寶寶的身材也保持得那麼健身 我吃東西都頸著頸著, 怕上鏡肥 你像我一樣一天到晚照顧寶寶 要不就是餵奶, 要不就是換尿片 想不成功也很難 聽說你剛才說的 有一半都是你家人做的 所以我才搬回家住 如果要我經常照顧寶寶 我寧願上班, 全都捉我 也不是, 其實寶寶也很容易照顧 她對著美人這麼久也沒哭過半句 什麼?你沒聽過嗎? 小孩子喜歡美女的 你這麼聰明, 自己再生一個 你以為她不想要等我姐姐回來 去聊聊? 對了, 這麼久沒見 大家做事做得怎麼樣? 挺好, 警官 前兩天就正義參加反腦訓練 很刺激, 正義 說起刺激, 我還刺激 很刺激, 先兩天我做警訊, 訪問Pierre 她在停屍間裡, 走走, 屍體突然躲起身 有什麼事? 不用這麼緊張, 屍體是KLFA扮的 她說受不了停屍間的冷氣 所以就躲起身 你們就好了 每天都有這麼多刺激的事發生 難怪我只是照顧寶寶, 很悶的 對了, 話說回來 阿肥Sir退休, 在蘇格林那邊 我哪知道怎麼樣 我今天收到阿肥Sir的明信片 是嗎? 他說在那邊開的餐廳 賣蛋糕 賣蛋糕, 即是賣蛋糕? 這個阿肥Sir, 玩吃字玩到自己老家 你們還記不記得阿肥Sir的金句 什麼? 《Free Carpenters are smarter than Mr. G》 我告訴你, 諸葛亮不是姓朱 是姓朱葛的 我當然記得, 有一句是 《Happy Brother, His Wives 》 記得嗎? 當然記得 信德哥情就變得失掃耳 很厲害吧? 想起以前的情報日子 真的比現在更開心 也不是, 現在大家都很好 有表現有進步 時間了, 我不說了 女士, 我先給你寶寶 我要做眼鏡 美人, 你有嗎? 不是呀, 我之後要拍那個 警訊的真人騷 我當然不漂亮, 出鏡子 你不是說過兩天 那個突擊掃王真人騷吧? 是呀 我和小峰姐都有份 是呀 不是呀, 那個騷我也有份 那我們D.E.可以再在一起 Wickson, 做什麼? 一起做什麼? 好, 喝了什麼? 好, 做什麼? 做什麼? 好, 做什麼? 你好, 又到了警訊的時間了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美人 今天我很興奮 因為我會帶大家去參與一場 突擊掃王行動 而這項行動的主持人 有我們重案組的Yu Sir Yu Sir, 這項行動的詳情是怎樣的呢? 簡單來說, 這次突擊掃王行動 主要是打擊區內的色情場所 而這個突擊掃王行動 除了有我之外 亦聯同了兩位警隊的精英 張Sir Ju Sir, 謝Sir 停 好… 好 多緊張, 差點有女兒 美人, 我剛才有沒有疾? 怎麼樣? 你剛才只是對著鏡頭笑和鴨頭 閉嘴的鬼, 用不著讓他打擊你? 就是, 我們是第一次掃王 用不著這麼緊張? 糟了, 第一次上鏡嘛 對了, 萬一不用反抗, 那怎麼辦? 小鳳姐, 你不用太害怕, 裡面有劇本了 無論嫖客和那個妓女 都是臨時演員, 不會有事的 朗哥就有經驗了 總之一會兒每個人都很英俊 我就扮得漂亮一點 準備等記者訪問吧 這次行動不是寶物嗎? 怎麼會有記者? 你豁不是有人放了出去嗎? 不是, 如果不搶回頭條 我怎麼會有機會進入娛樂圈呢? 出發 我們這次都是突擊掃王行道 就這樣搭升降機上去 好像不夠氣勢 於是, 我覺得對 什麼時候見到飛會隊 搭升降機上去捉賊? 黃店的升降機有排之刀 下樓梯 來吧 早知道樓梯放鬼公 就不扮演搭升降機了 媽媽, 什麼時候才到九樓? 一哥 就算一眼都上去, 也沒力氣看吧 你們別看著, 什麼都別想 一二二二很快就到了 醫師說得對 你們倆走一走一走, 跟你說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嗎?小楓姐 不是眼花了嗎? 怎麼這麼快到九樓? 九樓 真是九樓 沒理由這麼快到, 我們明明下旬 但真是九樓, 別多說了 事不宜遲, 立即來到 來…這邊, 九樓… 警察插進去 快點, 趴開門門 小楊哥… 小楊哥… 小楊哥, 給你一點, 給你一點 小楊哥… 什麼事?竟然連外傭也請了? 都幾樓半了 很厲害 你到哪裡了? 報告住家菜, 感覺 可惜, 騙不了我們 小楊哥, 正義, 交給你們 你們怎麼搞的? 你知道我是誰嗎? 有什麼事?回警局再說 小楊哥,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我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我怎麼搞的? 總是覺得這個嫖客這麼熟悉 最多快來跑去 也有那兩個臨技, 當然是熟悉 走吧, 趕快去喝天 寶貝, 你爸爸就好了 可以跟DIE的舊同事一起掃錢 我和你掃錢, 掃貨而已 睡了, 聽不到 你們中學大學, 所有的職 保證你一乾二淨 我立刻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看著, 只要是這樣刷機 是不是很神奇呢? 你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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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是魔術表演, 搞氣氛而已 大家都知道, 由於時間的關係 UFO… UFO? UFO, 哪有? 那隻小楊姊, 那隻王 Luky王, 你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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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喉英? Luky王, 練老婆多了 師姐, 適合了 麻煩你幫我看著寶寶, 謝謝你 大喉英, 成功, 太好了 太好了 Yusha, 其實我們演戲而已 不需要這麼認真 這樣堅持她, 隨時焗死她 對, 拔掉了 不要… 你這群傻的, 你知道我是誰嗎? 話說回來, 你的樣子真的很爽 你是不是臨記頭? 之前那個家徒很糟糕 有沒有你份做的? 是…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們的頂戲嗎? 你這樣也不認得 你…你睜大眼睛, 給我看清楚 是不是頂戲? 真的? 對不起… 我們可能弄錯了 我們不是去九樓A玩雞鬥嗎? 是呀 我剛才說那一層是六樓 你有沒有看錯? 神經病 什麼事? 下面很多記者在等 不是嘛, 神經病 冷靜… 為甚麼? 這層我遲些跟你解釋 現在首要任務 就要如何掩飾你的身份 不要讓那些記者看見你 或者拍到你 神經病 小姐, 做什麼? 沒事的, 再做分, 抹她出去 今天要不要拔掉? 記者做了幾個… 小姐, 自己說我行動 不要拔掉 你不要拔掉 你不要拔掉 不要拔掉 不要拔掉 快拔掉 你快拔掉 不要拔掉 不要拔掉 大英, 你怎麼拔掉 不要拔掉 快拔掉 大英, 快走 大英, 快走 你怎麼說這麼傻 大英, 你快走 大英, 你快走 大英, 你快走 快走 快走… 等等… 小心… 阿Sir, 你快走… 你快走… 快走… 很離譜 本來我在設計師家裡的 紙巾、化妝, 沒塗衣 誰知道那些傢伙撞上來 搞砸了 總之你替我搞定它 那倒是 這麼簡單的任務 都可以搞砸出來 算我說要拔掉那些傢伙 阿姨 正所謂陳歸陳, 土歸土 垃圾歸回垃圾路 這群警隊的垃圾 應該就拔掉那些垃圾房 你這個建議真得不得了 但是廢格信又退休回老家了 找誰來才震得住這些猴子 什麼? 什麼?上頭決定重組D.I.E. Memo也出來了 想不到我又可以和正兒一起工作 有時候想想 寧願查那些陳年舊案件 比做什麼真人騷 很不公平 看豹頂爺的事我也有份 有什麼理由你們可以回去D.I.E. 我沒有份 你還好說, 你為了捉大口音 把寧寧隨便丟給一個 三不識七的人照顧 幸好現在寧寧沒事 不然你真的有很害怕, 寧寧吧 什麼三不識七? 就是人家知道是那個伙計 才被他照顧 現在寧寧豈不是安全回來嗎? 糟了, 人家推著寧寧車追你 追了幾條街, 連氣都咬起來了 我不管, 總之你們可以回去D.I.E. 沒理由我一個人照顧孩子 我們說好了 為了寧寧健康快活地成長 你要停職一年 全心全要照顧寧寧的 要不然當初我抽牌給你 我真的沒那麼吃虧 那你是不是想再抽過呢? 港府牌, 不知道是什麼牌 抽到也會輸 那或者命中注定你要去照顧寧寧 你以為這份工易做嗎? 很多人恨都恨不了 其實為了寧寧的健康著想 你真的很需要貼身照顧他 你又當這半年執行一個特別任務 暫時做著一個媽媽特景吧 媽媽特景? 好,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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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回來D.I.E.人也比較精神 沒錯 你看看這個D.I.E.一點都沒變過 我那個陳電腦還在這裡 你看看, 一塵不厭 難道我們回來之前 有人跟我們大叔吹過嗎? 當然是廢Sir 你看看, 他的位置一樣很光潔 當然讓他回來 別傻了, 廢Sir已經退休了 他們怎麼會這麼大手筆出機票 請他從蘇格蘭回來才行? 這倒是 對了, 他是誰當我們的頭? 會不會是潮州音樂 寧寧故寧寧, 無可管 你也不是潔潔過潔潔? 我全把蛋都回來 有空踢踢, 潔潔過人 其實誰當我們的頭也無所謂 最重要就像廢Sir一樣 執行這個積極不干預政策 和無謂而治的精神 不過廢Sir這種稀有動物 我想在警隊也來找到別人了 說真的, 如果我們不是出事 也不會回來D.I.E. 如果當我們的頭 那他出事豈不是比我們更厲害? 老娘 由今起, 我就是D.I.E.最高負責人 我也猜到,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高層便宜 駱Sir被人捉到他打遊戲機 誰知道我還記得 有一次去保護外國政策去看花車 他掉了一支槍 幸好後來他在垃圾桶找回來 還有, 我記得有一年的回歸紀念 明天星期禮, 他站在那邊看看 還會暑暑 有些人…還有一次 素王行動一次抓了幾十個北姑回來 阿駱Sir忍不住, 太興奮了 拿個手機出來, 用手機拍照 一盞心拍, 一盞心拍 阿駱Sir, 你不要急 待會就D.I.E.頭了 駱Sir 谷得好笑嗎? 不, Sir, 大家坐同一條船 我們絕對不會笑你的, Sir 是, Sir, 放心, Sir, 不會笑你, Sir 看來你們這些傢伙 態度散漫, 沒力氣力 簡直是警覺你們的肢肉 我不管輝Sir以前怎麼管你們 從現在開始, 我就是你們的頭 所有的事都要聽我吩咐去做 知道嗎? 是, Sir 大家聽到了, 馬上把舊案拆開出來 看看有什麼檔案要跟進 混帳 誰讓你們去查案? 未學行才學走 今天所要的任務 就是先把檔案室裡面的法案 全部重新分裂 你知不知道裡面有多少檔案? 進到什麼時候? 長命功夫, 長命做 一天還沒搞定, 一天沒有查案 明白嗎? 明白, Sir 哥哥, 這是什麼檸茶? 這麼嚴重?叫人家怎麼喝? 大叔, 這裡是街坊茶餐廳 所以你十元一杯檸茶就差不多了 要喝好東西, 去大酒店喝吧 豈有此理, 每個人都故意替我作對 不過廢家順利退職, 回了總監 到底是誰才震得住這群猴子呢? 羅Sir身為于子朗的上司 這次于子朗做了這麼激烈的事 我想羅Sir你也要負多一點責任 王Sir, 我看你說的話沒有人會明白 章英, 羅Sir你明白的 你知道我這個人一向是對事不對人 以事論事, 今次重組D.I.E.這個好想法 由我羅Sir親口提出 領導D.I.E.的重任 真是非是羅Sir你莫屬 王Sir說得有他的道理 如果大家都沒有意義, 就這樣決定吧 羅Sir, 羅Sir最佳人是最佳人說的 對… 羅Sir, 你看兄弟多支持你 真是眾無所歸 換作是我, 一定當仁不贏 這樣, 我們每個人都看好你 你去到D.I.E.一定大有作為 這個歷史重任, 我交給羅Sir你了 你們這些廢物竟然敢笑我 你們看著我 我不把你這個D.I.E.雞毛鴨鴨 我就不叫羅有行 很漂亮 真漂亮 你懂什麼?你懂什麼? 你們搞什麼? 羅Sir 羅Sir… 羅Sir, 我們燒烤, 正好嗎? 羅Sir, 你也來來吃一件 適合你的豬扒吧 羅Sir…現在的火很漂亮, 正好 你叫羅Sir吧 你好 師傅, 你不是在放大價嗎? 你還來幹什麼? 我一個人吃不知吃什麼好 我看見那個燒烤店的大價格 就買雞翅、腸仔和大家一起燒烤吧 羅Sir, 吃飯了沒有? 來吧, 一起, 多一個人多枝叉 來吧, 牛丸很漂亮 這麼有空出來燒烤 當我分好了嗎? 很容易, 早就分好了 等你回來過目而已 真的分好了嗎? 真的, 騙你別相信 是嗎? 只有這麼多嗎?還有其他嗎? 其他在這裡, 羅Sir 什麼?還有這麼多其他? 其實那些檔案真的很難分 好像其中有幾個案件一樣 先監先殺, 後監後殺 不監都殺, 監了一半 然後殺了, 殺了之後再監了一半 那些檔案很難分, 就分了其他 對, 還有, 像這幾個一樣 不知道放在打劫案還是放在謀殺案 謀殺案也有很多種 有被毒毒死的, 尋槍射死的 弄刀吉死的, 尋性勒死的 還有, 有些被人推到街上掉死的 還有… 夠… 真是死笨, 討論很難 讓我做給你看 羅Sir做事果然有工作效率 誰知道你看這些檔案 打得多整齊, 像像一齊鎚鎚 羅Sir真厲害 不愧是我們D.A.E.頭 羅Sir英明 我們光榮… 羅Sir英明 我們光榮… 我豈不是很笨 貞貞 什麼?殺衣撞鬼進了醫院? 怎樣?殺衣, 你沒事吧 你見不到而已 你見太太有沒有事? 你知不知道真的很可怕嗎? 我這麼大, 女兒第一次遇到鬼 原來真的這麼可怕 莎姨, 你別猛地在這裡遇到鬼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對了, 你怎麼突然會跑來醫院? 這也是子朗 子朗叫我探望那個女客人 那我就以心為心買了一束花 走來醫院探望她 我還記得我來到醫院的時候 大概是六點鐘左右 誰知道我來到才知道 那個女客人在一個小時前 剛剛斷了氣, 結果人就探不到 還被她那個惡死弟弟 罵得我狗血淋頭 一個人壞起來, 真是頭頭碰著黑 我打算走了 誰知道竟然升降機也壞了 不是吧? 那就是走樓梯 誰知道, 走到半個小時 不是這麼可怕, 這麼猛鬼吧 是呀, 那個定標房 怎麼會突然有個死屍在這裡 我怎麼知道 知道我就不會走進去被她嚇倒了 那些警察很離譜 現在撞鬼那位我 沒有, 我是受害人 他們現在把我當作賊 捉住我民東民西 最壞都是你 總之, 弄得我撞鬼 什麼? 他們說會不會是那個女人 還是我們一善軒 壓得她變才變色 然後死不硬 現在回來找阿沈, 你報仇 怎麼會的? 妹妹, 別嚇我了 子洛, 現在怎麼樣 阿姨, 你冷靜點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多鬼 是呀, 查實就有人來醫院偷私 運送途中驚動到一些人 這樣就急起來求是扔他的電標房 是呀, 放心吧 這些這麼簡單普通的案子 相信警方很快就會查出真相 我就是這樣看 當初你介紹對象給客人的時候 他就說害怕帥哥沒本心 特地是假裝老實的 原來還是出事 總之這樣, 那時候就叫他選個帥哥 你現在沒事就行了 怎麼樣? 要不需要我們幫你辦手座 回家休息嗎? 不是呀, 貞姐和子龍 你就回到外交 子晴和姐夫去了美國 成交這麼大, 剩下我一個人 我今晚留在醫院過已經好了 佩佩, 你陪我 想不到沙姨真的怕成這樣 思辨, 有誰不怕? 但是你剛才不是… 我剛才是怕沙姨害怕 我才求你做個故事說被人偷屍 其實真是思辨有多奇怪 思辨?你說真的嗎? 這個世代無奇不有 真是思辨有多奇怪 她又想貝貝留下來陪沙姨 如果那條絲走回頭 我要你算帳, 那就糟糕了 我們什麼老婆都會怕成這樣 你的醜醣要被人撿 喂?Pierre? Yu Sir, 你在哪裡? 我在布裡被人搭 Yu Sir, 什麼? 對了, 發生了一件怪事 走吧… 怎麼樣?有什麼給我們聽? 對了, 這樣 之前發生了一件怪事 在院樓梯間的電票房發現了一個死屍 後來我出於好奇心 於是找了一個錄影片段的背景來看 誰知道 是不是真的拍到有人偷屍? 快點, 別這麼快 他說你不要這麼心急 快點, 這麼久 這個就是死屍了 大力實力, 我認最好 總部構思 我分析, 勸送哪個可疑 然而重視, 身體似乎投資 來望我知, 穿梭空間太過樂意 讓你知道, 我說是 最近究底, 一心偵襲到底 絕對機境偵探出位 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 最近究底, 始終偵襲到底 撞破艱險的計總計 憑我解開的